日常生活多碰撞 乳傷避無可避 皮膚出現一塊腎紫色 到底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有兩種受傷 一個是穿透式的受傷 譬如被刀割到 穿透式 真的見到血流出來 錯傷 錯傷就是皮膚表面沒有爛 但裏面的組織就爛了 當裏面組織爛的時候 因為組織裏面有血管 血管又滲流 血液流出來 於是便會見到有顏色的改變 血本身有一個血色素 那些氧被附近的組織吸收了 於是便變了紫色 所以我們見到一開始的時候 它當然是乳紅色 慢慢變紫色 乳傷雖然不愛附由撞傷所致 那有哪一類人士 會特別容易出現乳傷 撞到就我們每天都會發生 很多人會撞到硬一點 哪些人會硬一點 瘦一點 肥一點的人 因為它有脂肪 當然難一點會撞到血管也難 有些人容易會導致它出血 包括以前我們經常聽到血友病 那些 維他命C吸收不足 那些血管容易脆 都會流血 另外除了這些之外 女性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 因為血管的彈性不足 我們平常聽到骨膠原來的 它彈性不足的時候 它撞一撞的時候 可能拉扯它就會難 這些都會導致它們容易 乳傷問題 一般的乳傷正常兩個星期就好 但如果受傷之後想盡快去乳 第一時間又應該怎樣做好 受傷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避免它有乳傷 其實它是一個流血 所以血它本身是會瓊的 當你發覺一撞到的時候 其實應該按住它 按住受傷的位置 讓它不要再有血液滲流 否則它一大塊乳血 就會分分鐘搞好很久 甚至可能要手術方式處理都未定 按住它等它沒有流血 然後頭一段時間就敷冰 一般來說敷冰可能是兩天至七天 之後就會熱敷 熱敷會令到血液循環增加 增加之後 當它分解的速度會快 所以乳血容易清 所以傳統中國人的智慧是對的 有些人說是用雞蛋去滷 雞蛋 雞蛋 因為它熱 第二 剝了蛋殼的雞蛋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按摩器材 所以都不錯 但是我們現代人當然不需要用這些 但整體來說 它的乳血是會自己走的 你多些按摩 它會好些 當然市面上也有些藥物可以幫助到 當我們在受傷的位置 塗上去乳膏的時候 其實應該用力擠 還是輕輕地按摩呢? 其實應該輕輕地按摩 因為那個組織已經受傷了 它雖然血是瘋了 但是你再大力擠它 可能會比較壞 見到很多病人看中醫 中醫 中醫它鐵打都有可能兩門 一些就這樣按摩器 輕力敷 一些就用力拉 你發覺現在 其實很少用力拉的鐵打師傅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 因為它會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這次的傷害